有部分用户说到这个柜子以后 不知道这个锁怎么打开很迷茫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这个锁到底要怎么去开 首先说到柜子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张纸 纸张上面有两组数字 第一组数字是顺时针旋转的数字 第二组数字是逆时针旋转的数字 那什么是顺时针什么是逆时针呢 顺时针就是向右 向右旋转就是顺时针 反之就是逆时针 那我们现在就要讲解一下 这个是怎么去开的 首先我们在这个密码锁上面 我们顺时针也就是向右 我们先转动它一圈 这个就大概值嘛 就我们转它一圈就等于是打乱嘛 一定是要向顺时针向右 向右 那以后我们转到22 我们这边看转到22 然后再逆时针转到42 不能超过一圈 这个是直接过来就是42的 这样我们再弄把手 我们就开了 吃灵子 五分钟